這個 又擺在這邊了 認快 你看又這樣 我覺得真的是壞習慣 台鐵副站長在列車出發前 做例行檢查 沒想到撿到列車零件 放在第六車南端攀爬梯上 馬上用無線電通報 那可能到高架 路段會掉下去打到人 敲給各位看你看 是金屬的啦 亂七八糟啦 告訴各位啦 事發在台鐵潮州站 2月7號下午3點多 這輛168A四字牆號 被遺留的煞車零件叫做炸瓦 功能和汽車煞車片相同 放在火車鋼輪踏面上 藉由炸瓦與鋼輪摩擦來煞車 但零件亂放可能釀成意外 西子廚都不小心噴出來 掉出來 我相信那個危險性是滿高的 剛好有鋼輪也壓上去 那麼剛好壓上去 那就可能會某一個輪子 是出軌的一個狀況 副站長說 前一天2月6號也有類似狀況 疑似是507次舉光號 也有炸瓦被放在列車外 出發移動時才被發現 對此台鐵回應 副站長拍到的炸瓦 不是168A四零件 是其他舉光號使用 出判是臨時置放忘記拿走 強調會加強車輛出車前檢查 排除與運轉無關的物品 我覺得我做的事情是幫他好 當我一個類似烏鴉的角色 其實我認為說 升遷或怎麼樣 對我來講不是那個價值 春明捷進台鐵將近7年 待過桃園 基隆 高雄 岡山 鳳山等 目前在潮州站當副站長已經4年 密錄器就掛在胸前 把日常工作所見所聞透過網路分享 也希望協助台鐵揪出問題 提供更好更安全的乘車品質 TVBS新聞臨南紅軍委屏東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